太吓人了 地面猛地崩裂出现数条裂缝 大楼也开始摇摇欲坠 墙体破碎 半分钟不到 整栋大楼就轰然下坠 隔壁的大爷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对面的大哥 随着大楼陷进地底 整栋楼宇疯狂下沉 到达一百米时 就被翘势卡在了半空 居民慢慢爬起 赶紧冲进房间寻找家人的身影 但随着映入眼帘的 只有无尽深渊 而地面市民 更是被眼前的百米长的天坑惊呆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大楼下线前 刚搬进来了的居民老金 就已经发现了隐患 儿子在无意间 发现弹珠放地上会顺利轨动 这也正面说明了大楼是倾斜的 到了深夜 大雨降临 整栋楼的外墙却悄然出现裂缝 就连大门玻璃都用挤压倒着碎裂 等老金出门时一看 房子周围的地面居然出现了裂缝 不会吧 刚新建的住宅 就这么豆腐渣吗 老金赶紧和业主召开大会通知此事 但他们却害怕房子出现问题后 房价就会下跌 纷纷想着含糊此事 维护工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没办法 老金打工十几年 才买下这栋住宅 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先住着下去 晚上还邀请了同事来说几倍 其中的关键人物有 聚集王国中的王妃 这里就叫他小妃 还有不当演员 就不是合格搞笑综艺人的李光珠 以及没看过他作品的大楼修理工圣歌 而咱们的老金 我说一句挨一鼓精撒长 你们也都认识了 众人就这样缩了一晚上 全都醉气熏天无奈在老金家住下 等到天一亮 光珠急着去见客户 便赶着出门做滴室 谁知就是一瞬间功夫 地面就忽然裂开 整栋大楼也随之下陷 而还在车上的光珠 也就这样一同坠入了天坑之中 唐国首尔出现了一道百米长的天坑 而坑里的大楼还在无限下坠 滴室不停下滑 直直坠进了楼层里头 被困在里面的光珠 不停向老金求助 谁知对方一拉门把手 断了 眼见车子又要滑下去 光珠也尝试从车内开门 结果用力过猛 此时大楼再次下坠 光珠啪的一下打开窗户 他就这样 成功逃了出来 而老金听到房间传来声响 以为是老婆被困在里头 谁知一看 居然是同事小飞 没多久 修理工圣哥也跌了进来 他立马向老金汇报 早上在检查楼层时 看到了对方的儿子坐电梯下了楼 不出意外应该是安然无恙 老金听到儿子没事 这才放下心来 但自己的老婆呢 放心 老婆刚好出门躲过了一截 而救援队也随之赶过来 他们派出人员想下滑到坑里救人 但还没深入几米 地面就引发了小幅度坍塌 救援队只好放弃人工救助 那这样的话 坑里的几人又该咋办呢 这时 门口传来求救生 圣哥开门一看 居然是自己的儿子阿帅 好在阿帅聪明 赶紧让大伙储备好求生物资 以来等待救援 谁知他们这小日子还挺滋润 居然还搞了支叫花鸡 而随着时间流逝 救援队也派出了无人机下来探查 可地下没有信号 无人机就这样摔到了他们面前 当轰的一声 大楼再次下坠 五人摇摇晃晃 拼令挣扎着往上爬 可等大楼再次被卡住后 圣哥没站稳 直接就摔到了泥沼里头 阿帅想着救人 也跟着跳了进去 谁知他们纷纷被泥沼吞噬 两人就这样陷了进去 好在老金集中生智 冲到楼下砸开玻璃 让泥沼全都划入房内 成功救下两人 而距离被困已经过去了一天 救援队也开始空投物资 不仅交给他们充足食物 还有一台卫星电话 谁知接通后 老金老婆却告诉他 儿子没有逃出大楼 现在也被困在了楼里 被困在百米深的天坑是什么体验 不仅求生者要面临墙体倒塌的风险 还要时刻注意地面 他下来的五层高的大楼 而此时老金孤身一人闯进废墟 通过求救生找到了 自己被困的儿子 可等他回头看向楼上 居然还有位老奶奶被困 老金上去询问对方撞忙 对方却默不作声望向了一边 等到他走过去一看 那竟然是具冰冷的小孩尸体 和老奶奶作为唯一抚养人 根本无力救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孙子离去 然而此时下起暴力 大楼开始不停渗水 老金想着带老奶奶一同逃走 可不管他怎么跪地祈求 老奶奶都坚决不肯 一心想要陪同孙子赴死 没有办法 老金只好无奈抛下老奶奶 背着儿子爬上大楼 和剩余的求生者会合 可现在积水已经漫到了膝盖 头顶还堵着刚坠下的隔壁大楼 他们现在唯一能逃出天坑的方法 就是找漂浮物浮上去 这时 一个巨大的黄色塑料桶缓缓出现 大火接二连三爬进桶里 可等到最后的圣哥时 他却要当一次英雄 要是他进去了 谁来盖盖子呢 于是他不顾众人的呼喊 选择留在了外头 而此时墙面也猛地崩裂 大量积水喷涌而出 没一会 圣哥就站不住脚 抱着塑料桶浮了上去 然而大楼的电线 却将桶缠绕起来 众人合力跳跃 成功挣脱了电线 可还没安心多久 一根铁管就捅进了桶里 积水纷纷涌入 他们赶紧上去堵 就连圣哥也在不停踢踹 眼见水势越来越多 光珠一拳过去 直接用手堵住了入水口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 但笑了的请点个赞 然而此时圣哥意识逐渐磨 就在他葬身于此时 桶上的绳索却勾住了他的脚 最后 塑料桶一幅冲天 带着大火成功抵达水面 救援队健壮 也立即进行了救援 他们苦熬三天三夜 终于逃出升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地线》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